普里镇西南里水墙项居民 沉浸农田旁水沟排水不良 每到好大雨雨水就会沿过农田造成损失 日前县员陈怡君接受沉浸后 也邀请农田水利署南投工作站济市 到现场进行会刊 农民表示 这条排水沟前后段都有失作 唯独中间段还未完成 也希望借由陈议员的帮助之下 能够将排水沟做好 解决他们的困扰 我们这就是想要的困扰 我们这困扰也没有困扰 这困扰来就是都会转过 我们就希望他能做到 像我现在这样的困扰 这样的困扰 看一瞬 我们本来是较厚 这困扰本来较厚 就转水他就不知道怎么 现在他的百岁以来 有没有像以前说 脱温和现在都会转过 就会转过来 我不知自己在这困扰 先议员陈怡君表示 在与农水署济市的会刊之后 也决定帮助农民做好区域排水 以解决农民未来因硬气候变迁 使用强降雨所造成的损失 最特别的 拜托我们的中央农水署 单头服务站 我们的一些技师来这给我们看 那我们也确定就是说 两边都会做 就是一个像香含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让它通水也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排水的东西做出来之后 它整个就是不管是美观上 或者是对于区域排水上面 都会更顺畅 特别是在全球暖化 气候变迁的状况之下 有当下额来就是很大的 这个排水部分如果没做 其实对未来来说 这也是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副理长潘一圈也希望在会刊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述地来改善 区域排水问题 以减少农民因为好大雨所造成的损失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